好,我们继续开始昨天的这个课程 昨天呢,我们把这个 记录消费和查评消费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对吧 在这里边我们做了这些工作,比如滚中条啊 包括继承了一个Dialog的数据盘,数字的键盘 然后这个TechView的自动完成功能,日期选择空间 这些我们都使用了,包括试图,对吧 昨天我们也讲,然后Search的那只函数讲一部分 今天我们看一下主要讲什么 今天主要是这个试图昨天已经用了 今天就可以略过去了,昨天因为已经讲到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进行复杂数据统计的一个思路 因为咱们先前那个数据我们看到了 里边是那种放在一起的那种格式 我们要把它拆分开,形成我们统计的这种数据 然后呢,我们 我把数据图也打开,就是好配合这个讲解 然后呢,我们会在统计的时候,因为统计的时间可能会 数据多的时候会变长,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用了那个多线程处理 统计完这个数据之后就用Hunder的更新这个统计信息 另外一个在这里边,我们今天会实现一个导出Excel的功能 因为现在有很多软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都支持导出Excel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生成图表 你既然有这个统计数据了 所以说在有些情况下客户还会有这么一个要求 要求生成图表这些数据 这里边这个导出表格呢 导出电子表格和生成图表 我们都用了两个开源的这个组件来完成 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如何实现一个定时备份数据 还记不记得那个金杰的那个随手记 它里边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弹出提示 告诉你什么什么时候数据已经备份了 经常过,比如过个两天或者几天 它会有这种提示 对吧 我们今天就讲解一下如何实现 咱们也实现一个,比如过几天 过两天之后自动进行一个数据备份 对吧 呃,这里边的备份呢 我们采用这种文件操作的方式 草贝文件啊,文件夹操作 直接把数据备份下来 然后呢 呃,定时数据备份主要就用这个 呃,Manage这个定时器 然后我们备份完之后要有提示 就是Notification 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自动备份要通过广播和服务 开机启动这种方式 好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在这里边呢 因为现在还没有统计数据 我们先来添一个 比如说 消费金额 我们输个20 对吧 类别我们选一个 买菜 呃,日期就不选了 均分 然后是张三 李四 对吧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这个时候如果是做统计的话 他应该是统计是什么样 是谁谁该给谁钱 给多少钱 这时候 你先自己说一下 是不是应该谁给谁钱 给多少 对吧 张三自己等于花了10块 李四应该给张三10块 对吧 我们最后不管有多少数据 统计的话 是不是都应该是这样啊 对吧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导出表格 我点导出 是不是导出了 按照账本 是不是 还有日期 对吧 导出导到哪了 是不是导到我们的这个SD卡里边了 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 是不是生成了咱们这个目录了 有 这是怎么乱抖啊 我们把它给合一下 要不然他要刷新 估计要乱抖 是不是就导出到这里了 对吧 这个呢 这是数据备份 我们给他先给他删掉 数据备份功能 然后这是导出表格 这个切换账门我就 直接就带而过了 很简单 就选账门 把账门切到他那个数据 然后显示出来 对吧 然后呢 这里边数据有点少 我们再录一个 再录一个数据 再录一个 然后这个类别呢 选一个购物 计算方式是均分 消费人 三三五四 保存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实践的这个统计 统计类别 哦 这个好像还没刷新过来哦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 服务已经有了 我把这个刷新一下 应该正常是显示一个图表的 我再来看一下 哦 这个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最新的代码还没有烤过来 这样我想把最新代码烤过来 我可能刚才烤的时候 忘覆盖了 稍等一下 我重新把代码烤一下 好 我们继续 我 今天的那个代码 我刚才给覆盖错地方 这 这不是那个新的代码 我们重新把它部署一下 现在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图表程序 应该在这里边都有啊 是吧 消费人类 统计了图表 我们重新把它部署一下 哦 这个部署安装的有点慢 慢的话 我们就没事 我们就再多天顶要数据一下 凡 确定 消费率别 继续网上 哦 来不及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消费率别 重新类 有了吧 重新据 而且用这个还支持触屏的缩放 咱这里边没办法模拟触屏就没办法了 咱们自己可以下来试一下 你双手拉到这个 这个图啊 是直时缩放的 你比如说 就像这种效果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对吧 然后把它缩成1比1 这样就缩放了 还可以缩小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是它的图表统计 我们的备份是怎么实现的 看见没有 我现在睡了10秒一备份 我们把它清除一下 又执行备份了吧 我再清一下 看过10秒之后 是不是又备份数据了 又备份了吧 数据备份到哪了 看到这没有 备份到这了 还原数据可以怎么还原呢 我们这样就可以还原 我们后退 睡到这里边 我做了一个这个数据备份 这边你也可以手动备份 也可以 也可以手动还原 用这个点数据还原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功能都怎么做 我们一个一个来过 首先先过 这个统计吧 统计我们把它 摸过来 统计我专门做了一个 这个 业务叫统计类 统计业务这个逻辑 我们把它给考过来 考到咱们的这个 business 把它删掉 这里边 我们还没有引用过来 我把它给 引用的这种三方的这种酷文件啊 你在这里边用这个new 先建一个文件夹 叫lib 帮你引用了三方价包 三方酷啊什么这些东西 好吧 这样的话你就放在一起 比较好管理一点 你不要用那种 用那种 绝对地址那种引用 那种你包你放到地盘 一盘放的结果指的哪都是 人家考过去还用不了 你一看你又想起来忘了 人家考包了 对不对 你还不如直接放到这下边 弄个lib的目录 对吧 直接考整个项目过去 下包就给人家考过去了 然后包含的时候 你怎么包含呢 就这样用这个包含就可以了 看见没有 添加到这个周见路径 对不对 你签是不是多了一个 引用这个价包是不是 变颜色了吧 再把这个再填进去 这样的话 你这个文件随便考 才不会报错了 因为我看有很多人都是 也不见 反正那个价包就随便找到目录一扔 也不知道是地盘一盘哪的 往里边一扔 人家考过去也用不了 你这样弄的话 文件随便考 这个引用地址都不会出问题 然后这个不报错了吧 我们来一步一步往下弄 好 这个类裤考过来 我们要把这个activity 也弄过来一会儿 报的一个错 然后 因为这个统计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在这个统计的算法里边 我写了 逻辑里边 我写了各种 写了很详细的注释 因为像 简单的那种代码 你直接 你直接不写注释也就算了 对吧 通过标题啊 或者什么 简单也有逻辑 直接通过代码看也就算了 但是像这种很复杂的这种代码 你一定记得在日常工作的时候 千万写的时候 或者是写完的时候 千万记得别偷懒 如果这种业务逻辑 这种代码 你不把它给记清楚的话 回头很有可能 你就给忘了 忘了之后 哪天让客户或者什么 又让你改 你再去 翻过来 看你这个代码 你自己看了都偷疼 不要相信自己的 这个记忆力和智商 你知道吗 这个人的记忆力 肯定是很不好使的 很容易忘 所以说这种代码 复杂的代码 一定要把注释写清楚 然后业务我们有了 我们把activity也给跑过来 activity叫 就叫统计 activity 这个业务力还在有地方报错吗 没发现即时 好 我们来把这些引用 重新来人引 穿图 应用 这个也用到了 这里的菜单 这个不大事了 啊 啊 这两个文件 还少了不及 还有一个Adapter 是吧 At 这个用大型啊 嗯?不是大型吗? 不是大型 然后布局我们先弄过来 这个吧 然后看还有哪里报错 这个可能是传了参数是吧 改一下 这个东西呢是又做了一个封装吧 很快捷的方式去显示一个进度条 因为大家说了咱们的这个统计有可能时间会很长 数据一旦在多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算逻辑比较写的比较复杂 所以说这时候又用到我们的封装了 那么这么进度条这个封装到哪合适啊? 啊? 根据咱们讲的这种封装的规则 这个进度条这个 要用这个封装到哪比较合适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放在那个贝斯里面 为什么不能放在贝斯里面 都用啊 不是都用 封装到FORM里边的这个原则是什么 还有封装到贝斯里边的原则是什么 是 对啊 你跟我说显示进度条跟业务有关系没有 那封装到哪啊? 那就封贝斯里面 对不对 BORM里边 你看咱们封了什么 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 这个 移除这个菜单 Sled menu菜单 对不对 Crate生成菜单 这很明显的跟业务有关嘛 又不是你每个项目都用你这个 你这次写了菜单这个组件吧 对不对 所以就封贝斯里面 但是他又很常用 你每个页面基本上都要有菜单这个 对不对 再不然就是仪处菜单 所以才封贝斯里面 很明显生成 生成进度条这个跟业务完全无关 进度条一般就下面显示什么信息啊 进度条不是有一个标题吧应该是 对不对 Title提示吧 然后就是下边的内容对不对 我们一边一般显示进度条不就是显示菜头和内容吗 跟业务没什么关系吧 因为你很明显你就想 你这个 tose的你都能封装成show message 对不对 你那个 包括action 你都能打开activity 你都能封装成这个 那进度条当然也可以封装成那样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用这个镜头要不就简单多了 你如果不封装 你看你的平台怎么弄的 什么你有一个this set title set message show 最后还要有关闭 麻烦不麻烦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封装原则要 要记好 是吧 把它这个跟业务无关的 然后这些方法 弄到这个activity base 我经常用的地方 啊 然后这里边少少变量 这一点 对吧 在外边用一个全具变量 用到的时候 就会显示出来 好 然后这个封装应该很容易理解吧 传进来这个 要显示的title的资源ID 对吧 传进来要显示信息的资源ID 然后在这里边直接title是什么 信息是什么 最后交通显示 要关闭怎么关啊 是不是交通这个方法 dismiss这个就关了 对不对 这就简单多了 你操作起来 然后我们来 等一下 这下就不报错了吧 然后activity 我们先加到那里 然后那个算法呢 我们一会儿一点一点的用断点根 因为那个算法讲 肯定是讲不明白的 我们要用断点根进去看 这个activity 就是把名字下面写出来 放到这一边 放到这一边 噢 你找到那吗 我拿着吗 啊 我拿着猫号再拿 不太拿 再拿 我们先来看这个运行正常不正常 这个是什么的统计 这个统计正常不正常 我们先来看 能正确管制 我们正确管理点一下 先谈住的不是有核心 哇